美国针对大陆企业打压越来越白热化 就在美国国务卿蓬佩欧宣布干净网络计划之后 美国总统川普在8月6号签署了行政命令 禁止美国企业和抖音还有微信 以及他的母公司腾讯进行交易 在9月20号生效 从抖音到腾讯 川普对中国大陆的企业已经杀红眼了吗 另外川普还两度宣誓 微软收购TikTok的交易 要上缴国库中间费 川普抽成的做法被抨击就像是黑手党一样 而就在此时 美国宣布卫生部长艾萨下周率团访问台湾 还要见总统蔡英文 是台美断交以来最高层级的内阁官员来台 这是要释放出什么样的讯号呢 稍后的话题面对面将为您做一一的探讨 而首先节目一开始 先带您一起来关心本周的国际大事 美国针对大陆企业的打压力道越来越大 就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干净网络计划之后 美国总统川普在8月6号签署了行政命令 禁止美国企业和海外版抖音TikTok跟微信 和微信的母公司腾讯进行交易 45天之后生效 也就是微软收购抖音海外版谈判期限之后的9月20号 微软目前传出要以300亿美金收购TikTok的北美地区业务 同时川普还两度宣称 这笔交易美国政府要收取中间费 引起了学者的批评 川普做法就好像是黑手党一般 大陆的媒体更是直接痛骂美国 抢买TikTok根本就是抢劫 现在川普的行政命令也扩大封杀微信的美国市场 再度升高了美中对峙的局面 美国展开所谓干净网络计划 要把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APP赶出美国 但实际上就是冲着中国大陆而来 美国总统川普已决定了行政策 在中国的Tencent公司 8月6号川普最新行政命令上路 限期45天后 禁止美国企业与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 及微信母公司腾讯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易 消息一出在香港上市的腾讯股价瞬间大跌 跌幅一度超过10% 对于川普强硬要封杀TikTok 也引起美国民众的反弹 TikTok将年轻人族群深受欢迎 美国注册多达8000万 7月底川普就透露要拿TikTok开刀 让美国境内用户大崩溃 扬言要用选票抵制他 6月份的造势大会才被年轻人冲糠 川普恐怕不想再体验一次 另外TikTok庞大的用户量 是投放广告拉业务的潜力市场 估计价值50亿美元 美国科技业巨头 微软要收购TikTok在美国 加拿大 澳洲和纽西兰的业务 首席执行长纳德拉和TikTok 美国公司赶紧致电川普 不要急着封杀 8月2号进行三方通话 川普在8月3号宣布给出45天的谈判期 同意包括微软在内的美国公司 买下TikTok 估计成交价格会在100亿到300亿美元 不过川普也没有忘记自己是商人出身 要求美国政府也要从这笔交易中分一杯羹 所以我告诉他们是 每个价格的价格 那价格的价格会在美国公司 川普认为没有他的许可 这项生意根本做不起来 抽成是理所当然 而如果收购破局 那么9月15号期限一到就是直接禁用 美国媒体《纽约时报》说 TikTok现在等于是遭判缓刑 美方把所谓的国家安全 作为打压有关企业的理由 这根本站不住脚 不止中国大陆官方谴责 TikTok在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 也强调海外业务各自独立 批评着根本是对手Facebook 为首发动的阴谋论网络战争 甚至是美国政府和微软联手的恶意并购 昨月印第五十五个中国软件 我们报告了那一行 印第五十五个中国最大的 电脑购买 TikTok 比美国还要早印度在六月底 就封杀TikTok 是全国第一个禁止TikTok的国家 日本的齐玉县和神户市政府 不顾先前已经和TikTok签署协议 决定毁约停止和抖音海外版的合作 而总是跟进美国的澳洲 总理莫里森说暂时没有证据表明 必须禁用TikTok的理由 不过TikTok海外版在香港已经退出市场 包括在App Store和Google商店已经下架 为了求生 抖音也积极切割海外版 放弃原本在美国的计划 最新传出的消息 是要到英国伦敦设立全球总部 根据英国太阳报报导 英国政府已经批准TikTok在伦敦设立总部 只不过母公司还没做出最终决定 或许英国会为抖音提供喘息的空间 我们不能把这些公司的安全危险 除了Huawei 从抵制中国大陆企业再到疫情 川普不断打出反中牌 拉抬低迷选情 甚至还想延后11月3号大选 不过遭到白宫否决 而川普的对手拜登传出副手人选 17日民主党大会前公布 拜登曾经承诺 如果当选总统会大幅调整外交政策 美中关系会怎么走下去 仍然是充满变数 记者林湘玲 邱永恩报道 美中南海对峙的情势也越来越紧张 近日大陆解放军更释出了一段影片 可以看到数架挂载着飞弹的苏30战机 从基地起飞 历经10个小时的飞行抵达了大陆南沙 三大基地之一的折壁岛 一名解放军的军官受访的时候更坦言 这不只是10个小时的破纪录的巡飞 更象征了大陆解放军的空军实力 已经可以打到任何地方 影片结尾甚至还放上了大陆解放军 还有他国军机对峙的影片作为彩蛋 在美中关系紧绷了此刻 弦外之音引人联想 但是美方也不甘示弱 在4号凌晨就大动作的 瞄准了4000多英里之外的太平洋 从加州基地发射了一枚 非武装的义勇兵三型洲际弹道飞弹 虽然美军表示 这只是对老旧核武的必要演习 但是现在敏感的时机点 还是引发了外界高度的热议 大陆解放军释出最新影片 数架挂载飞弹的苏30战机 护航两架队长机从基地起飞 前往大陆南沙三大基地之一 主壁岛 这是大陆监机机 首次挑战连续10个小时的巡航飞行 地点特地悬在南海 让人不禁多做联想 影片中解放军直言 大陆空军的武力 可以打到任何地方 结尾的彩蛋 警告一位更是浓厚 而就在美中关系紧张的此刻 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 却突然大动作 在4日凌晨 从加州发射一枚 非武装的洲际导弹 到4000多英里外的太平洋 虽然美军宣布这个发射 和全球事件都没有任何关系 但敏感时机点仍引发外界热议 因为根据大陆智库南海战略 态势感知计划统计 美军从7月开始总计出架了 67架次的大型侦察机 在南海的军机侦察行动 相较5月几乎成长了一倍 美方则反过头指控大陆 在南海部分地区建立一系列的监控平台 包括使用光电 红外传感器炮塔 高频率无线电和蜂窝基站等设备 来监视美国海军的行动 部分平台甚至漂浮在国际水域 大陆在南海已经无所不在 近期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 组织轰6G 轰6J等新型战机 在南海有关海域 开展昼夜间高强度训练 大陆7月底 在南海高调进行高强度训练 有露媒报道为了和美方较量 大陆解放军的战机设计师 甚至快马加鞭 概量出更适合作为航母舰载机的威龙战机 再加上大陆军事专家李大光 近日也在香港媒体上证实 解放军8月将在南海进行以夺取 东沙岛为目标的大规模登陆演习 南海情势更加一触即发 格尔卡表示美方拥有12艘核子动力航空母舰 而且川普相当认真看待所有军事威胁 一旦美中发生公开的军事冲突 美国会打烂所有大陆的军事设施 对此有中俄军事专家分析 美方近来在南海的大规模演习 已经朝战场测试和战争预演的方向演变 虽然菲律宾总统杜特蒂已经表态 不会参与任何南海的联合海上演习 但美国总统川普为了赢得大选 很可能会不顾一切 对南海争议倒礁发起突击 美中警风的关系恐怕已是箭在线上 记者林湘林唐全综合不倒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 4号发生了惊人大爆炸 还不只是一波现场出现了原子弹爆炸时候 所出现的迅状云 还有居红色的烟幕 有感的范围超过250公里 波及的范围估计至少10公里 造成了至少150人死亡 超过5000人受伤 还有大约30万人流离失所 国际间高度关注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夸张的事件呢 美国总统川普还一度自信地表示 这是恐怖攻击 不过马上被匿名的美国军官否认这项说法 黎巴嫩官方之后证实 这是一起公安意外 是由港口仓库没收 囤放6年高达2750吨的硝酸胺 因为不明的原因 起火燃烧所引起的 港边的建筑冒出浓烟 在以令人措手不及的速度爆炸 喷射橘红色烟雾 甚至出现明显的蘑菇云 令人惊骇的爆炸一共两次 4号傍晚发生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区 至少150人死亡 超过5000人受伤 还有30万人失去家园 我一直在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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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炸范围估计离港口10公里远的建筑 都受到波及 威力相当于12000公顿的黄色炸药 新冠疫情肆虐 再加上重大意外 当地医疗资源和人力无法附和 港口工业区几乎全毁 动辄停电好几个小时 加速经济恶化 黎巴嫩全国的粮仓也遭殃 只剩下一个月的库存 恐怕面临断粮危机 美国总统川普在记者会上说 这是恐怖攻击 却被匿名的国防部官员打脸 真正的原因是 存放在港区仓库 2750吨的硝酸胺所引起 这场爆炸也反映出黎巴嫩 国内政治弊端 硝酸胺主要用来生产肥料 却也可以做成工业炸弹 这批存放在贝鲁特港的硝酸胺 2013年就被没收 当地海关曾经6度寝室上级单位 处置这批危险物 却都遭已毒不回 直到铸成不可挽回的大货 国际造成1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目前黎巴嫩中央政府发布全国紧急命令 派军软禁多名官员要厘清责任归属 举国陷入一阵哀鸿遍野 大爆炸发生之后 国际陆续动员救助 连长期处于敌对关系的以色列 也表态提供人道援助 第二大臣特拉维夫 市政大楼外墙 5号晚上还亮起黎巴嫩的国旗 罕见声援 网络上一段影片引起关注 老奶奶在一片狼藉的家中 优雅地弹着钢琴 在黎巴嫩遭遇浩劫之后 让人看见逆境中 一丝希望与温暖 新冠疫情席准了全球 美国确诊人数已经逼近五百万人 美国疾控中心就预测未来三周 美国还会有两万人死于疫情 就连白宫的防疫专家伯克斯也警告 美国疫情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爆发阶段 引来川普驳斥 还首度批评伯克斯很可悲 而在北欧挪威的豪华邮轮阿蒙森号 也爆出了大规模群聚感染 亚洲的菲律宾更是因为疫情稍不停 宣布从4号开始 实施更严格的防疫封锁的措施 另外在香港已经连续十多天 新增病例都破百人 失控的疫情让香港政府宣布 原定在9月份举行了香港立法会的选举 顺延一年到明年9月份再举行 美国疫情持续延烧 确诊人数比近五百万 美国疾控中心甚至做出模型预测 未来三周内美国还会有两万人 死于新冠肺炎 白宫防疫专家伯克斯登上CNN 对大众发出警告 却引来川普火速反击 和川普不同调的 还有CNN记者 除了美国逐渐疫情反弹 北欧也惊爆新冠危机 挪威的豪华邮轮阿蒙森号 载着满船游客航向北极 但旅程才刚结束 竟然就爆出船上 有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 超过四十一名乘客和船员 核酸检测呈现阳性 上百名船员被要求自主隔离 更可怕的是 船上乘客早就通通下船 不知去向 大规模的群聚感染 吓坏挪威当局 从13日起 禁止所有搭载 百人以上的邮轮 在当地港口停靠上岸 而远在地球另一端的菲律宾 也因为疫情持续延烧 宣布从8月4号开始 在首都马尼拉 及周边地区 实施更严格的防疫封锁措施 目前菲律宾的确诊数字 和死亡率在东南亚各国 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尼 日本疫情同样刻不容缓 在7月底单日1580人确诊 创下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 同样在亚洲的香港 新冠肺炎病例数 也在一周内激增 连续十几天 单日都有破百人确诊 我非常赞成在香港 有一个全民的体检 核酸体检 失控的疫情 让香港政府紧急下令 原定于9月举行的 香港立法会选举 直接顺延一年 到明年的9月举行 更在特定时段 限制餐厅内用 不少民众被迫蹲在路边 或是躲进车里用餐 很多国家都在非常时期 祭出非常手段防疫 但在部分国家却是政要们 带头捣乱 没有疫苗 你还没见过他们飞 不戴口罩还打冰上鞠棍球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曾讽刺疫情是精神错乱 建议民众洗三温暖 或是喝不特加抗疫 没想到日前 他却自己爆料 已经染上新冠肺炎 在巴西全国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 也已经逼近十万 是仅次于美国 全球疫情第二严重的国家 不只总统波索纳洛 确诊新冠肺炎 整个内阁里更是有多达七位首长 通通染疫 但波索纳洛 不只忽视防疫措施 还曾指控新冠肺炎 是政敌制造出来的阴谋 将疫情扯上政治问题 恐怕让防疫破口 越破越打动 记者林湘林唐泉 综合不到 世界台湾学生会联合总会 在8月1号 在台湾大学举办了第二届领袖论坛 后疫情时代的趋势 ETT的新闻语言执行董事 也就是我 慧眼看天下的主持人 受邀担任主讲嘉宾 所谓的Kino Speaker 以我和总统面对面 来自台湾的留学生 走上国际舞台为题 与在场将近400名的台湾学子分享 多年来在新闻业 打拼以及励志访问 都为世界领袖的心路历程 经历了在国际新闻采访上 这条路上的千辛万苦 也成为台湾唯一一位 专访过十一位 外国国家元首的媒体人 我以一句话和大家共同勉励 当你真心想要完成一件事情 全宇宙都会动起来帮助你 现在就让我们以掌声欢迎 黄宝慧女士 ETT的新闻人执行董事 也是国际评论节目 慧眼看天下主持人黄宝慧 接受世界台湾学生会联合总会邀请 担任第二届领袖论坛 媒体界的演讲者 中天新闻营 它已经连续三年获得 英国牛津大学的认证 是网路使用媒体是第一名的 电视机前是专业主播 访问过全世界超过十一位领袖 这一回为了和青春洋溢的学生 拉近距离 特地穿上他就读哈佛时期的T恤 前进台大校园 以我和总统面对面 来自台湾的留学生 走上国际舞台为题 在台湾大学向现场 近四百名大学生 分享媒体工作经历 当年我在TVBS 因为我是外交的记者 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们的护照是放在办公室的 因为你永远不想的 你是不是今天下午要不要飞出去 对主持人黄宝慧来说 成功不是偶然 即使已经进入美国顶尖学府 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 也不忘初中 心心念念要抓住 每一个访问世界级领袖的机会 记得我当年要访问 那个李光耀总理 他那个时候是内阁资政 他还是新加坡最有权力的人 然后我写了三年的信 写给他的新闻秘书 经常打电话问说 可不可以访问李总理 但是他们都说 总理现在没有任何这个想法 接受访问 足足等了三年 终于争取到了珍贵的15分钟 访问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 探开主持人黄宝慧 访问过的名单 他一个人见过的领袖 比台湾任何一任总统都还要多 除了李光耀 还有美国前总统赫林顿 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 后任总理安华 巴拿马前总统巴亚达雷斯 还包括台湾总统蔡英文 前总统马英九 写下台湾媒体人的创举 另外黄宝慧也分享了 他访问人手必问的问题 早上起床 第一个想到的事情是什么 还有希望后人如何评价你 看似简单的问题 却能从回答中 看见人手的胸襟和人身体悟 中文说 中文说 我昨天过来的最大的选择 对 我还想得到 但因为总统总统代表 被选择在叛政党 您当时国民总统预认的领袖 在你身边的领袖上当时 你当时国民总统预认的领袖 你当时是国民总统领袖 还挺难的 我告诉你 但毫无论 民主要是正在工作 那么这是大家身边的 这也成为他立志访问世界领袖的契机 也在2018年出版的 《我和总统面对面》义书中有详细的描述 演讲最后黄宝会强调台上一分钟台下不止十年钩 勉励年轻人不要因为梦想远大而却步 当你真心想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 全宇宙都会帮助你 而它也将继续透过慧眼看天下 带给观众更多元的国际时事深度分析 记者林湘玲 球友恩报道 好的 今天英文关键字单元 带您来看到的是这个字 Splash Down 见落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exX 首次成功的将太空人送上了外太空的任务 在美国时间8月2号的晚上就圆满结束了 再有两名太空人的飞龙号太空船 再离开了太空站21个小时之后 安全返回到地球降落墨西哥湾 NASA和SpexX的两名太空人 完成了45年来首次的践落地球的任务 那么其中这个字Splash Down意思就是践落的意思 通常指的是通过降落伞在水上降落 那么太空飞行器的方式呢 是由这个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创办的SpaceX 在今年5月30号成功的发射飞龙号成为全球第一家 成功将人类送入太空轨道的民营企业 那么现在再次创下了民营企业首次将人类从太空带回地球的创举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英文关键次单元 而接下来带您一起来进入透视两岸单元 美中关系正面临着1979年建交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而就在两国的关系急转直下之际 来自大陆的美国华裔学者余茂春意外成为焦点 《华盛顿邮报》在6月份独家专访了余茂春 过去三年它一直都是川普政府重塑美国对华政策的幕后推手 深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青睐 甚至将他的办公室就设在美国国务院的七楼 离自己只有几步之遥 是目前川普政府当中在美中关系上最有影响力的顾问之一 余茂春自称对共产党式深恶痛绝 并且建议川普政府将大陆排在安全议题的首位 重视大陆所带来的威胁 美中贸易战开打至今双方冲突不断升级 俨然已经变成从科技领域到南海问题 甚至病毒起源的全方位战争 每天美国人仍然在失败的生命 我们仍然在每天看到更多状态 他们在失败的生命 也许你应该问到中国 直到最近一次的新帖幕演讲 美国国务卿蓬佩欧甚至将中共与中国分离 我们必须要留在意义 中国国务协议队是马克兽与中国国务协议 总统主席 Xi Jinping是一个真正的信心 和全国民主义的全国民主义 据了解蓬佩欧这次在尼克森图书馆前的演讲 切割了中共与中国人民 幕后推手就是华裔学者余茂春 过去三年他隐身川普政府 在大陆政策上评下指导旗 让川普政府将大陆重新定义为 美国最重要的战略对手 美国《华盛顿邮报》指出 庞培欧对于茂春提出的原则性 现实主义评价很高 这里于茂春的办公室 都设在美国国务院的七楼 离庞培欧只有几步之遥 是川普政府在制定对中政策上 最有影响力的顾问之一 首先我会提到的是 中国的专业中心 特别是中国的专业 根据大陆官媒《环球时报》报导 余茂春在1985年20岁出头 就前往美国留学定居 199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 获得博士学位后 就在美国海军学院的历史系教书 余茂春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 自称童年时因为经历过文革 让他对中国共产党深恶痛绝 这就是中国是共产党的国家 余茂春不只建议川普政府 将大陆排在安全议题首位 直言没有比大陆更大的威胁 也在今年6月 美中关系最紧绷之际开通推特 频频发表对大陆的看法 也因此成为大陆民众眼里的背叛者 余茂春1979年毕业于重庆永川中学 同年以高考文科状元的成绩考上天津南开大学 历年来永川中学高考状元的毕业生姓名 都会刻在校园一座石碑上 但就在他是美国对华政策首席顾问的消息曝光后 网络上热传这段校方火速凿除余茂春名字的影片 大陆网友们更以汉奸、狗头军师等言辞 在网络上攻击余茂春 作为这场风波的主角 余茂春本人则是在脸书上表示 美国制定大陆的政策有一个复杂且多元的过程 未来美中关系会怎么变 主要还是看大陆政府的态度 记者林湘霖 唐玉泉 综合报道 好的 今天的话题面对面单元 要带您来讨论 8月15号 美国贸易代表就要和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 进行视讯会谈 那么在这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却拿中国大陆企业开刀 他8月6号签署了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和抖音 还有微信进行交易 那么9月20号就要生效 那么川普是要对中国大陆的企业赶尽杀绝吗 否则就要像是抖音一样 若是不卖给微软 就别想在美国赚钱吗 川普不能够来到台湾 现在却要派出最高层级的内阁官员 卫生部长来到台湾 还首度要考虑出售四架无人侦察机给台湾 这是要向大陆宣示什么呢 好 今天节目当中就特别为你邀请到了 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副教授黄介正老师 还有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吴子佳 吴董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一起来讨论 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 现在美中关系继这个护官领事馆之后 那么总统川普再度把矛头对准了 大陆的短影音平台抖音的国际版TikTok 那么白宫原本是在8月2号 他下令要封杀TikTok 结果没有想到 这个他这个TikTok才刚刚5月份 才从迪士尼挖角过来 他的一个执行长叫做Kevin 凯文迈尔 他抢先的最后关头 就在8月2号 跟美国总统川普 还有微软的执行长 进行了一场三方的通话 那么通话之后呢 川普就暂缓对TikTok的封杀 转变说让微软公司 有45天的这个限期的谈判 那么就是要在9月15号之后 要拍板这起收购案 是不是能够完成啊 首先就要请教黄教授 川普从扬言要封杀TikTok 到这个微软的收购 给出45天这样的一个谈判期 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转变 那么有报道说呢 川普是鼓励微软 要收购TikTok的时候 他还说呢 无论如何呢 TikTok是不能够被中国控制 如果是由微软 或者是其他非常安全 非常美国的公司买下来 那就可以 那么川普这个说法摆明 就是因为抖音是来自中国大陆 他认为他不完全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已经时间很久了 在美国开始怀疑 中国大陆借由网络 或者是社群媒体的平台 收集个资 另外就是放进去 会影响美国 或者是所谓受众的观感 那么叫做Inference Campaign 那基本上这一段时间 已经进行了两三年了 那么当然这次拿抖音开刀 大家也感觉到有点错愕 因为选情紧绷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从关税到贸易到金融 到5G到科技规格 几乎所有的战线拉开 结果大家没想到两个 一个就是大家比赛驱逐记者 另外一个就是 另外一个就是社群媒体 现在也被扫到了 大概还剩下唯一 没有被弄到的就是区域战争 那么所以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高度戒心线 变成两党几乎唯一的共识 即使在大选年 大家对于中国大陆的提防非常的高 那么这次拿抖音开刀 我觉得主要还是考虑到他们资讯安全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当然有庞大的利润 对于川普来讲 钱要赚也是美国人赚 那么美国在可以收购的情况之下 甚至让我怀疑 就是当初要关抖音 事前就已经设好一个局 所以就是说老师您刚刚讲说要赚 美国也是要美国人来赚 所以他还想抽成 这董事长我想请问一下 抖音现在有点变成 就是美中角力战之下一个带载的羔羊 那么之前有预测说抖音就是下一个华为 但是这个抖音的母公司 要字节跳动 其实就是跟美国很多的社交媒体 是年轻人在用的 它是一样都是以盈利为主的 这个新创的科技公司 跟华为它这个官方色彩这么浓厚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相比的 那么尽管抖音强调是没有各自的问题 但是对于这个华 可以说对中国最鹰派的代表 是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 他就指控说的确是有国安的疑虑 那么现在TikTok就是抖音 和微软的收购谈判金额传出 300亿的美金 川普还两度重申 这笔交易 美国政府要抽大笔的费用 结果被大陆的官媒大肆的批评 你这个行为就是在抢劫 那美国媒体就说 你就是根本就是一个黑手党 黑帮的行为 川普是要强逼TikTok一定要卖给微软 而且他还要收取中间费用 在美国有过这样的案例吗 这个美国案例不是说 案例就是抽成没有这个案例 因为美国政府找不到任何的法律 可以让政府在交易过程中间抽成 那美国财政部也表示说 他们没有任何的法律 可以来执行这个抽成的事情 这是第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来讲的话 那微软要买这个抖音来讲的话 那当然是很大的利益 因为抖音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一个 一个social media 它目前已经是个事实 而且微软是比较需要的 因为你看到微软这个公司 它目前它是原来是处于做 所谓的B2B的生意为主 它跨入到B2C的这个业务 就是说直接对消费者业务 是最近几年才开始 它前面好像收购了另外一家 Linda收购另外一家 那还是对比较有企业有关的 那这一次抖音 这个是直接到做到B2C 而且是年轻的受众 所以这个对微软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 而且这个投资 它可能他们的谈判范围到底到哪里 到将来是不是 是不是微软这个抖音的市场 包括中国市场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抖音全部卖给你微软 然后包括你中国市场也归 抖音所有 那就是变成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 那个讲简单一点 那就是川普就是黑社会老大 那就是一个 你这个标题很好 就是黑帮老大耍流氓 他找一个理由 要把这些 而且现在的问题不是抖音 它是所有的相关的社交软体 它今天有发了新的行政命令 包括连微信也停掉了 那这个是对于华人 对中国人来讲的话 更严重的事情 因为微信 微信主要是中国人在使用 而且它微信的影响力 可能都比抖音还要更深入 如果说以情报来讲的话 就是所有的中国人 跟中国大陆的连结 主要是靠微信 那现在全部把你切断了 全部切断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那是另外一种新的开始 是好 我们其实在微软 搜购抖音美国版的消息确定之后呢 就在这个中国大陆就引发了两派的论战 那么这是首个是走出中国大陆 而且还是大陆原创的社交软体 号称是地表最强的这个APP 席卷了全球 目前的用户就是超高达了八亿之多 它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一个科技公司 那么从微软愿意花三百亿美金来收购 表示它真的是个会赚钱的金鸡 于是当这个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的抖音 在美国要生存下去 你就得卖给美国公司 那么有一部分大陆的舆论就认为说 你抖音根本就是遭到川普政府 火同这个微软恶意的收购 觉得你是被美国人坑了一笔 你去美国做生意 然后就交保护 必须要交给他保护费的这种概念 另外还有大陆舆认为说 抖音的这个母公司字节跳到 Bidens这个公司 有人骂他你膝盖太软了 川普随便一开口威胁 你就马上双膝下跪 老师您的看法呢 这个跪得很快 通常都有东西在别人手上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可能 只有百分之零点几或百分之一 下面还有一大堆 我们目前不知道的情况 当然从另外一角度来讲 现在在整个 目前以中国大陆发展的 进阶的程度来讲 即使字节跳动这家公司 有很高的前景 目前的客户使用的频率也很高 但是他并没有办法在整个市场 尤其是科技规格上面 能够直接以一家公司之力 跟整个美国的这个黑势力 一起来对抗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他敢战的话 如果他的膝盖够硬的话 或者是维他命吃的比较多的话 那可能就要有中共党中央在背后的支持 所以我不觉得他像华为一样的硬 但是他的市场潜力 可能从利润的角度来看 他必须要照顾到他目前的 整个全球的布局 我觉得他选择在现阶段 不跟美国来直接冲突 我们不要忘记 其实中国大陆 他自己本身的科技和市场 他不一定不会有另外一个类似抖音的 社群软体再会出来 所以今天只针对一个公司来这样做 并不表示说 美国在整个社群网站 或者是科技市场上面 就从此独霸一方 或斩断了中国大陆的升级 也不会 而且同志上 你觉得一个商业的谈判 45天要完成交易 是不是一个非常 这个时间压力非常紧迫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说 这个从政治的层面 如果说回归到商业层次来讲 45天的谈判期 再加上说微软 你现在要收购TikTok 你开出了这个300亿美金的天价 那么微软还保证 你要完成收购之后 要将旗下TikTok的用户的资料 和伺服器全部都要转回 在美国本土上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美国的前四大科技的龙头 包括了这个苹果啦 Google啦 脸书啦 亚马逊等等 都还没有这个 跳进抖音这个收购案当中 除了政治的因素 还有这几家公司 都被点名参加了 反垄断听证会嘛 那么微软积极要收购抖音 就阴谋论传出来 微软其实是为了 未来和中国大陆 有更深入的合作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刚刚提到 他这个两个谈判的过程当中 还有很多细节 目前并没有公开 到底这个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收购的一个内容 包括你刚刚提到一个 他把伺服器要放在美国 你说所有的客户资料 优舍的资料 全部要放在美国 那这个就变成 那当时他美国不同意 他理由是什么 美国不同意的理由 因为说是你的伺服器 放在中国大陆嘛 所以你可以收到我美国的一些的情报 对不对 那你现在反过来 你放到美国的情况之下 那你中国大陆继续来就用 那换言之上 是不是美国可以收到 中国大陆的情报之下 所以这个东西逻辑上 就会有一个 其实 所以你这个题目讲的很好 阴谋嘛 双方到底是 那变成一个强弱的问题 并不是一个 所谓的对错是非的问题 那这就是川普总统指定微软去做这件搜购的动作 会不会这个微软跟川普之间有些什么样的 就是有些哪一些私下的交易条件 这个白宫这个东西我们在台湾我没有办法想象 我也没有任何资料来谈这个事情 但是他这个用45天的限制他的时间 来逼他降价 因为我从第一次我听到的那个 我初步我听到一些外国媒体的报导 最先第一个数字是500亿美金 那我今天听到的节目上节目之前 看到的是300亿美金 换言之讲 你倒是在持续的 就是他的态势是比较弱势当中 如果持续弱势当中的话 那再出现新的价格的可能性 也并不是不存在 那我刚刚提到一个 因为微软非常迫切需要这一块的市场 微软拿到这个市场之后 他可以攻击的对象 他可以去竞争的对象 他不是中国大陆市场 他是跟Google 他是跟美国Facebook 这种公司在竞争 所以对微软来讲的话 他是多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 进取心很强的一个工具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势 是是是 之前美国的国务卿 这个蓬佩奥 他就提出一个要所谓的干净网路 Clean Network的计划 他就是以这个国家安全为理由 他要加紧从美国数位网路当中 清除像是TikTok 还有像是微信等等 这种所谓不可信任的中国应用程式 因此美国总统川普 就在8月6号 他就下了一个行政命令 禁止美国企业跟抖音和微信 还有这个微信wechat 他的母公司腾讯来进行交易 而且9月20号立刻要生效 那董事长你请您继续再告诉我们说 川普他是要封杀掉所有的美国 在这个美国的所有的入资企业吗 另外还有我们知道说 现在可以说是美国的留学生 跟科研工作 在美国机场经常会遭到了盘查 而且有报道说 曾经指出说有一个班机 当中有8个人当中就有6个 吃了这个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人 就被扣留他们的iPad 都让了 他现在这一次是蓬佩奥最近的一次的演讲 然后宣布的这个所谓的clean network 这是他新的一个攻击的一个标的物 跟新的攻击的命令 那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中国大陆王毅 也在释放出善意的一个前后时间 所以你知道一边在释放出善意 中国大陆一直希望说 我们要冷静理智来面对美国的交召 然后美国就不断推出新的招数 这次讲的是clean network 那是在这一方面开始打压他 其实他手上来讲的话 他还有后面的牌继续打 而且我们所知道 目前这个整个策略还是有一个核心问题 就是川普的民调还是稍微落后 那川普的民调落后的情况之下 听说稍微接近一点 所以他整个所谓的反中总路线 这个总路线还要强化当中 他必须要继续的强 他继续强化这个反中总路线 当然如果提到最 刚刚黄老师已经提到了 那最强度最大的就是热战 热战是黄老师是国际上的专家 所以到底热战的可能性会到什么时间 我看过大陆一些军方的学者的判断 他们认为说到接近11月3号 就10月份的时候 可能会有更多的 这个冲突态势会不断的升高 但怒气当然是赶尽杀绝 对陆生也赶尽杀绝 他绝对不会让你任何的空间 而且不光是这样子 我们台湾的教育部 本来要答应陆生要来台的 现在突然间也停止了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个是全面性的 受到指令吗 受到美国的指令吗 当然是 这个是受到美国人的压力 所以整个陆委会突然间改变态度 教育部 推翻了教育部的命令 全部都在整个组合拳 组合拳 不断施展当中 组合拳 好我们就知道说 在中美关系 现在可以说是 进入螺旋式的下降之际 美国的媒体传出 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海泽 最近要和中国国务院的 副总理刘鹤 已经确定8月15号 要以视讯方式来会谈 是针对美中首阶段的贸易协议 要进行半年度的审查 请教一下黄老师 刘鹤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的经济政策的核心人物 那么中美现在同意 8月15号要举行一个 高级别的会谈 是代表下坠了两国关系 可以透过这次的高级别的会谈 暂时获得舒缓吗 其实也不一定 有些见面是相见不如不见 是吗 对不对 6月17号的时候 外交的一把手 对不对 中国大陆的杨洁篪 跟美国的蓬佩奥 在夏威夷见了一个面 然后之后呢 对不对 香港国安法一样出来 北京所有制裁的 美国对大陆的制裁一样出来 所以等于没有用 那么美国的国防部长 Mark Esper 跟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 魏凤和 也有通电话 那么如果说 刘鹤当然了 因为那是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规定的 就是签署后半年之内 必须要有一个检讨 所以只是说他没有取消 他本来就应该有 所以我们从宽跟从严有两种说法 从宽的说法 我们可以说 各位放心 大国之间自然有大国之间的玩法 所以即使有更多的冲突 在上一个世纪冷战的时候 美苏僵局那么厉害 但是双边的对话一直没有停止 所以美国不会跟中国永远不谈话 格远级的对话 他还会继续存在 这是宽的 紧的话 可以说现在是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那么中国大陆有中国大陆的内部的问题 那么美国现在用极限施压的方法 那么一直在希望能够促成 让北京有比较过激的反应 那么现在就是看王毅接不接球 魏凤和上不上当 另外刘鹤见不见面 那么目前现在看起来 接电话接电话 答应见面答应见面 所以中国大陆需要在建党100以前 维持一个相对的稳定 尤其在经济下行的时候 大陆内部有内部的需求 美国有总统选举需求 所以有可能是这两强 彼此之间在对局的时候 互相知道对方的底线 然后互相分分合合 既有冲撞也有对话 再演这出戏 那看戏的人 搬椅子来的人 有的时候不要兴奋度 超过了实际上桌谈判的人 好那现在有人搬椅子到这儿来了 怎么说呢 接下来这个消息又是美中关系的角力战 美国卫生部长爱萨 将会在下周访问台湾 那么代表总统川普来拜会台湾的 就是总统蔡英文 那么爱萨是台美从1979年断交之后 访台层级最高的现任美国内阁官员 先前美国媒体就说 川普要对中国大陆释放信号 那么其中一个做法就是 他来台湾访问 不过现在川普先派了代表卫生部长来到台湾 那么就请教教授跟董事长 你觉得美国想要对中国大陆释放什么样的讯息 这个卫生部长来到台湾 对美中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董事长 挑衅 挑衅 高度挑衅 老美高度挑衅 这个挑衅的结果 王毅已经定调了 王毅讲了 因为你要注意到 中国大陆的官员的讲法 他不是他个人的意志 基本上王毅这种所谓的 中方要用冷静于理智的态度 来面对美方的躁进 那这个说法里面 他是经过中方政治局有最高当局核准以后的说法 他不会今天讲完明天变的 所以也就是说 你这个卫生部长到台湾来的话 他的态度是冷静于理智 所以我的判断认为 中方不会有非常激烈的反应 他不会 就是刚刚黄老师讲的 他说他不会上当 知道这个事情就是故意挑衅 故意让北京跳起来 因为所有的选举的动作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没有人关心卫生部长到台湾 也没有人关心台湾发生什么事 也没有人关心南海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关心北京有什么反应 因为北京的反应是属于世界级的大事情 所以在美中台三方或是说在亚洲的动态当中 北京的反应才会影响到美国的选情 才会变成真正的事件的一个主体 那是不是现在大陆方面的反应 比较理性 比较冷淡 所以再来一个 那么卫生部长9号率团访台的消息传出之后 那么现在又传出美国 又要首度对台湾出售先进的无人侦察机 那么川普出台湾牌 激怒中国大陆的意图很明显了 老师 其实在川普总统还没有宣誓就职的时候 他就做过一个测试 现在打电话 就是接电话 然后北京的反应 他是接电话还是打电话 应该是接电话 然后呢 川普在还没有上任之后 就以自己亲身的经验 体会到了一个过去中国大陆的说法 是真的 叫做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最重要 也是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所以台湾那个按钮一按 大陆就会有反应 就会按得越深跳得越高 那么所以包括宣布卫生部长来台湾 陈如刚董事长讲的 光是宣布他要来 北京就已经会有反应了 那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 他来了以后 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那么如果说 是交换卫生公卫的讯息跟经验 这是一种 这种大概没有新闻亮点 但如果他跑到台北来了以后 强烈谴责北京隐瞒武汉肺炎 等等等等的谈话的话 那北京的反应就会高一点 那么但是我们作为主人的 这个客人来你家客厅 然后讲一些话 客随主编吗 你自己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因为他来访以后就会离开嘛 就回去上班了 那问题是我们还距离中国大陆的距离 不会改变 所以这是一个 另外就是无人机 它本身蕴含有很多意义 在这里没有办法完全的讲清楚 那么简单的说 就是第一个 美国在对台军售上面有所突破 因为无人机被属于MTCR 也就是这个飞弹管制机制里面的 航程限制 这个有超越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台湾目前自己的中科院所做的 腾云的无人侦察机 它的武功比美国现役的海上卫士 或以前的掠夺者 都还差蛮多的 那么它可以补足我们目前 对空中巡异的这些空档 是 那么另外一方面 就是它所说 可以征收到中国大陆周边 或是台海周边 情势的这些资讯 是 当然会跟东家一起分享吧 那后面就有很多了 是 我们其实还除了 这个看到美国的 这一项最新的动作之外 那么8月4号 美军的全球打击司令部 就从加州的范登堡空军基地 也成功发射了义勇兵三型 洲际弹道飞弹 那么美军说 这一次的试射 是展现美国核子威吓的能力 是安全可靠而且有效 那么这是要 这个威吓谁呢 另外根据美国的 复笔式的杂志网站也报导 说中国大陆 它已经在南海部分地区 建立了一系列的监控的平台 增加了在南海的雷达覆盖率 请到董事长跟老师 这个怎么看到美国 这个跟中国大陆这样 这么这两项的军事动作 就是要为南海热区来预作准备吗 董事长 老师 现在来看 如果说是美国试射飞弹 基本上警告的主要还是北韩 因为北韩 现在又准备要玩危险边缘游戏了 开始包括在宁边的核设施旁边 又有很多新的工程在进行 所以这是在选前 对北韩的一个警告 当然也有对中国大陆提出警告 第三个我们不要忘记 其实这个美国现任的防长 他曾经提议过希望在西太平洋的盟邦 也能够部署中程的导弹 那么当然射程就会涵盖中国大陆 所以这一系列的我们这样看 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南海的部分 南海中国大陆跟美国 美国跟美中关系中间 有一个关键节点跟南海有关的 就是美国一口咬定 就是习近平在访美的时候 曾经对美国欧巴马总统讲过 说南海的填海造岛 是为了环境 是为了经济 为了航运 不会军事化 也就是说上面不会摆军事设施 但是回去以后 中国大陆马上就做了 那么包括有雷达 有监控设施 包括有飞弹等等 所以美国认为习近平讲话不算话 那么这是一个美中关系中间 经常被拿出来说嘴的东西 我觉得目前现在摆这些态势 基本上都不是真正开战的 这种预备动作 而且主要是送政治讯息 那政治讯息 董事长我们知道 这个中国的国防部长 魏凤和在6号也跟美国的防长 艾斯培他进行了一个通话 双方也就就南海问题跟台湾问题 表达各自的原则和立场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说 中共的外长王毅 8月5号他接受新华社的专访 新华社当然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 官媒 首度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他的对于这个中国大陆 是新铁幕这个对华政策的演说 他也做出一番正式的回应 那么王毅在讲话中就说 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失败论 在蓬佩奥所讲的 是对历史进程的无知 不过在蓬佩奥发表演说 他是两个星期之后才回应的嘛 而且我们发现他这次的用字 潜词是比较和缓 跟先前这个反击 美国指控这个新冠疫情的 这种战狼式的外交 这个强硬的风格 已经有所不同了 有分析认为说 中国大陆现在的战狼外交 是否已经转向开始软化呢 董事长你觉得 我觉得没有所谓的软化的可能性 因为中国大陆的基本政策 他就是个现实主义 所以你看他有很多的论述的说法 但是他面对现实的事情 是他基本的国策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很清楚的知道 所以一定要等到十一月三号以后 他就拖到川普选完 而且大家很多看法认为说 川普落选的几率比较高 所以很多国家 包括你现在南韩的态度 对美国也在开始敷衍嘛 所以你看到德国的态度 这都是其他的西方 美国过去的盟邦里面都有 其实他的在对中态度上面 并不是完全对美 像美国这样子一步一趋的 或是像台湾像对美国 那么样的一步一趋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所谓的战狼外交本身 是他们的一个形容词 但是我觉得 在习近平主导之下的中国大陆的 不管内政外交都会比较一个非常强势的态度出来 因为他如果不用强势态度的话 他马上面临到就是二十大的这个换届的问题了 如果现在习近平不在二十大换届前 也就是说今年到明年之前 维持非常强势的态度的话 他内部的挑战会非常的困难 而且明年到今年到明年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的失业率会提高 他的经济会下行 然后美国中美关系会继续冲突 都是不利的环境 所以我觉得他维持强势的一个态度 是中国大陆基本的国策 他不会有任何文化 OK 好 那么我们注意到说 这个澳洲前总理陆克文 最近就在外交事务期刊发表文章 他说呢 中美在未来三个月爆发 这个军事冲突的风险特别的高 那么美国的国防部长艾斯培也四号 也是在一个安全论台上 他表示他不认为 中国现在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威胁 他说呢 美国呢不会和他们打起来 但是必须要竞争 那么同样出席这场论坛的 这个大陆驻美的大使崔天凯就表示说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应该要合作 而不是相互对抗 那么对于国际间分析 美中未来三个月很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 我们要怎么解读双方的谈话呢 老师 美国和中国大陆不会开打 不会打大的局部战争 我们知道当两军接触比较接近的时候 或者是双方在传达政治讯息的时候 很可能会有一些计划外的所谓插枪走火 但是不会真的用兵 其实美国自从越战离开亚洲以后 美国基本上 其实我们回顾在越南来讲的话 美中之间直接面对面对战是寒战 寒战以后 美国的军队和人民解放军就没有真实面对面的打过 所以都是代理人战争 所以过去冷战时间都是代理人战争 人现在也不会是两强 尤其是两个最大经济体 直接让自己的军事武力直接对撞 那么所以我们比较要去观察的就是周边的国家 叫别人去打 代理人会不会在21世纪再度出现 那有没有人志愿要当美国的代理人 那么或者是比美国还要更凶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共同探讨的一个课题 共同关注的一个课题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会演看天下 未来还有更多重要的国际局势消息 以及背后的内幕角力也请您持续的锁定 同时也欢迎您上YouTube网站来订阅以及分享 我是黄宝慧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